平安,我们要继续来讲圣灵的工作 耶稣在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在约翰福音跟门徒讲了很长的话 那个很长的话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里面有个重点 那重点一方面说,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你们了 我去的地方你们是不能去的 哎呀,各位,你所心爱的人跟你分开了 大家都,一定都是难过的 这也是我们在人间没有办法避免的痛苦 因为我们跟我们所喜欢的人事物 不管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人 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 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环境,人事物 各位,都有要分开的时候 然后最后死亡会把这一切分开 我们基督也经历这些 但是如果我们信靠耶稣领受上帝的救恩 不仅将来有永生 而且现在领受的救恩里面就是有圣灵 使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个肉身当中 在上帝好像给我们很多艰难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平安 耶稣跟门徒去讲这话 我要走了 很多基督说我们渴慕耶稣再来 跟耶稣在一起就很好了 这当然没有错了 但是你想想看 门徒跟耶稣在一起 他们都很快乐吗 有的时候也会很困惑 有的时候我们跟你在一起就要死掉了 对不对 因为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多玛说我们跟他一起死吧 我们就要死掉了 耶稣的很多事情 我们是好像难以了解的 但是总是跟耶稣有感情 耶稣说我要走了 门徒就很忧愁了 耶稣说不要忧愁 我走了会有更好的来 如果我不走 那更好就不会来 这个我们很难想象 怎么会有一个更好的比耶稣还好的 我若不去 他就不来 耶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不去 我如果不去到十字架上死 圣灵就不会来 这句话绝对不说圣灵跟圣子是冲突的 只有圣灵或只有圣子 不是这个意思 反而是更奇妙的十字架道理 就是耶稣必须去 耶稣必须死 耶稣必须离开门徒 耶稣必须让门徒受很多看起来是孤单寂寞的痛苦 但他去的时候 圣灵才会来 那这是教导我们十字架道理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不与基督同死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不顺服基督 顺服到一个地步 甚至像保罗说的那句话 我跟主分离 为了福音的缘故都愿意 这听起来太伟大 但其实意思就是说 耶稣是我们的主 圣灵是我们的主 我们不是自己的主 我们所要求的一切 即便是我们希望耶稣不要死 这么美好的意思 我们都必须出于上帝 如果只是出于我们 耶稣说你不要耶稣死 那是魔鬼的意思 是体贴肉体的 基督徒必须在生活中 学习认识 人所有的问题就出在 我们要自己做主 而人所有问题的解决 就是回到让上帝做你的主 上帝大有能力 我们讲过 但是他不是一个 阿拉丁神灯的灯奴 他很有能力 但他听你做这个做那 他会听你做这个做那 上帝太有能力 太有慈爱 但是他替你做这个做那 甚至听你的祷告 替你做这个做那 都是按着他的旨意来成全 因此你再合理的祷告 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成全 因为他有更美的旨意 你这一生不一定能理解 但是你看着耶稣的十字架 你就能理解 你就能接受 耶稣说我一定要离开你们 我一定要去死 我死了以后一定要降在阴间 我降在阴间一定要复活 我复活一定要升天 我升天一定要等一段日子再来 这对我们基督徒每一件都很痛苦的 当然有的是好事 他复活了很好 他为我们死了很好 但是这到底有什么好 都是必须圣灵来 使我们把圣经上这些应许 耶稣所做的这些事 能够接受 能相信能理解 也让我们在工作中 生活中间 碰到各样的顺利也好 打击也好 引诱也好 恒逆也好 我们继续有平安和喜乐 所以耶稣说 我去 我去对你们是很伤心的事 但是我去对你们有好处 因为我去了 圣灵宝会师会来 圣灵宝会师来 啊 这的确发生了 当耶稣死了 复活了 然后在橄榄山 升天了 哎呀我很稀奇啊 在使徒行传 当门徒看到耶稣升天的时候 居然没有一个人 去把耶稣拉下来 没有人跳着 把耶稣拉下来 他们只一这样 看看他升天了 看了就发呆了 我看使徒行传里面 好像没有写 门徒很难过 很惊讶 很错愕 很遗憾吧 各位你不觉得应该是这样吧 耶稣是他们最爱的人 死了 好不容易哭的眼泪 哭干了 哎呀他第三天复活很高兴 结果没想到 过了四十天 又升天了 又不在了 各位你所爱的人 跟你在一起 然后只不过几天 又不见了 而且这次不见 就千年不再回来 各位我们怎么不难过呢 门徒怎么不去跳着捉他呢 因为耶稣讲了一句话 说你们要到耶路撒冷等候 等候 我在约翰福音就讲那位 最好的 最宝贵的 好 门徒就只好等候了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有的事 我们今天基督徒积极地在生活 在工作 在结婚 在维持婚姻 在生孩子 在上班下班 在聚会 但我们做这一切事 我们也都在等候圣灵 在我们身上工作 圣灵已经在工作 否则我们不会信他 我们也不会等候 但我们继续等候圣灵 更奇妙工作 好叫我们能够等候 迎接我们的主再来 那等候什么 等候圣灵 他们祷告的时候 在五旬节的时候 哦 圣灵就真的降临在他们中间了 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 就整个使徒行专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圣灵让他们能够见证耶稣 圣灵让他们知道 这位耶稣虽然现在不在他们中间 但是因着他们有圣灵 圣灵耶稣就等于在他们中间一样 我们再次想到三位一体的不可分 父子灵的不一 就位格来讲是三位 就本体来讲是一 因为有圣灵 包括我们今天 包括您在电视前 或者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时候 癌症病房 你去看人家 我们有无所不在的圣灵 把那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上帝 把那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爱的耶稣 他们的工作身份 都丰丰富富的放在我们心里 有的时候也呈现在外面 但是呈现在外面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不一定看得懂 就跟耶稣所行的神迹其事 门徒不一定懂 有人甚至看了不但不懂 还要把耶稣杀掉 比如说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 这一切的困惑 都需要圣灵来帮我们解决 圣灵是渗透万事的 圣灵是让我们有悟性的 圣灵是让我们明白 圣经上的话的 哦 这五旬节以后 就是圣灵降临了以后 那些基督徒就刚强起来了 各位这是很 也是很难以想象的事 我提醒基督徒 因为非基督徒你不知道 我就提醒基督徒 各位那些门徒 跟随耶稣是很伟大 他们撇气一些跟随主 他们要跟耶稣一起死 他们跟耶稣一起行神迹其事 耶稣也在他们身上 行了很多奇妙的事 包括借着他们分五饼二鱼 给五千人 也平静风和海 甚至能叫彼得在海上行走 可是这些门徒 在耶稣在世 甚至包括复活了 包括在升天了 这些门徒都没有显出 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 耶稣被抓住 他们统统逃掉了 而且连彼得那么伟大 人都不认耶稣 复活以后 他们也很困惑 虽然复活了 有一阵兴奋 但最后你可以看到 他们困惑 结果又回加利利去打鱼了 然后到耶稣升天以后 他们倒是乖乖的 在那里一起祷告了 但也只有祷告 是圣灵降临一下 他们就把耶稣 所做的一切都 活出来了 各位今天也是一样 你今天从耶稣 所做的一切 祂为我们的罪 死了 复活了 祂创造了我们 祂引导了我们 这位伟大的主 祂所做的一切 要能够 在你的生活中活出来 你就需要有圣灵帮助 我就跟五旬节的时候 以后一样 教会就开始活出基督 各位那群人 都很渺小 连耶稣在的时候 教导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没做 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 还是常常不懂啊 困惑啊 疑惑啊 你争我夺啊 虽然那时候 他们有耶稣 就跟今天很多基督一样 你听了主的话 圣灵不在你心里工作 不知道十字架的伟大 不知道耶稣复活的真实 不知道上帝 在每件事上管理 那你都需要求圣灵 来帮助你 更明白圣经 更明白耶稣所做的 然后圣经的话 就越来越有力量的 教会就越来越有力量的 就开始传扬福音了 就开始彼此相爱了 就开始圣洁了 就开始不惧 不惧艰难了 各位 世界上的人很难解释了 那一小群人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只有十一个 后来又补了一个 然后再加上那七十个 那七十个跟随他的 然后再加上一百二十个 祷告的 然后再加上保罗说 一时显给几百个弟兄 五百个弟兄 所以耶稣跟随 耶稣这一生三年半 信靠他的人 如果有五百个弟兄 再加上一些 父女孩子的话 大概大概有一千多个人吧 这一千多个人 多半都是无事的小民 没有什么博士教授的 很多都是加利利的人 更是乡下人 一千多个人 到最后就把福音传遍天下 罗马政府也被他颠覆了 当然我们承认教会历史上 教会有很多软弱 但是那小小一群人 可以这样 那就是圣灵的工作 各位 你现在看好消息频道 或者你在看任何一个转播的频道 我们基督徒 你去问好消息频道 你去问教会也是 我们也是什么都没有 我们哪有那些能力 办一个电视台啊 这都是很奇妙的事情 这都是圣灵 在教会里继续的工作 让我们这些懦弱的人 有的时候很勇敢 我必须说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总还有一个血肉之躯 很多时候我们这属肉体的人 还是活在肉体的懦弱中 当然我们希望圣灵在我们身上 越常住越好 越能够实施勇敢越好 但是不是常常 我们希望 我们这些懦弱的人可以勇敢 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可以智慧 我们这些污秽的人可以圣洁 我们这些 容易嫉妒的人可以大方 我们这些小气的人可以慈爱 这些都是圣灵 把耶稣的工作 把天父的工作 在我们身上显出来 所以使徒信传就是越来越多显出来 今天在教会里一讲到圣灵 很多人也会讲到说 神所给我们的 在教会里面的神迹奇事 这个我并不否认 但是我们也要强调一点 就算有这些神迹奇事 更 那个神迹奇事总不是常常有的 各位我很相信神迹奇事 但是我们必须说 神迹奇事必须有神的话 有神的灵 让我们明白 否则各位你看 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 即使叫很多人愿意信靠他 跟随他 那也是错误的 就好像无饼二鱼 到最后就是来吃饼得饱而已 所以今天在你身边的 神迹奇事 教会里的一切事情 如果不是叫你愿意 更加的相信耶稣 敬畏耶稣 悲食之下舍己跟随主 那就错了 那些神迹奇事 只是叫你更加 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 更加吃饼得饱 那没有用的 神迹奇事 必须有圣灵 来让你明白 耶稣的工作 喜悦耶稣的工作 传扬耶稣的工作 明白耶稣是谁 喜悦耶稣是谁 传扬耶稣是谁 这就是使徒行传 一直在做的事 那么我们也可以 在想这种 十字架的道理 就是 圣灵让我们 确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确信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而且愿意背十字架 愿意天天背十字架 来跟随主 也就是天天愿意舍己 天天愿意 忍受这个世界的艰难 而活出上帝为我们这个人 上帝为我们这个我 所成全的美善的事情 好 这里圣灵 因着耶稣基督 因着圣灵 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下面就要想 跟各位分享一下 在以福所书里面 所讲的状况 以福所书第五章第六章 里面讲到 教会的生活 事实上不只是教会的生活 就是我们基督徒 在世寄居的生活 他在第五章讲到说 我们要凭爱心行事 这种凭爱心行事啊等等 我们要从早一点来讲 以福所书早一点讲 在第二章的十八节说 我们两下被他 借着一个圣灵所赶 得以进到父面前 那就是讲到基督徒 重生得救 被圣灵重生 相信耶稣为他所做的 耶稣在实际上 耶稣道成肉身所做的 一切的事情工作 也就临到他的身上 他就是神的儿女 他就是神家的一部分 他是神家 他跟基督徒在一起 是神的家 是教会 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 那我们就要有爱心 我们就需要 在主里面光明 我们需要 不叫圣灵担忧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而且我们常常要用 诗章 颂词 灵歌 彼此对唱 口唱 心和的赞美主 好 然后他就讲到 我们的生活了 这生活里面 讲到几个方面 一个讲到夫妻 一个讲到亲子 另外一个 就讲到工作 这其实就包括一切了 这里面 跟教会的生活 是重叠的 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 有夫妻 如果你是 像我是一个牧师 或者你在教会里面 是管堂的 或者是你教会的 水电工等等 那么你的工作 跟你的教会 常常连在一起的 是重叠的 那这些生活 要彼此相爱 要顺服 要孝敬 也有要征战 那在这里面讲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都需要知道 这需要靠着圣灵 不是圣灵 我们没有办法 爱自己的妻子 或者爱自己的配偶 不是圣灵 我们没有办法 顺服这些执政掌权的 不是圣灵 我们也不能穿上 全副军装 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征战 不是圣灵 我们也结不出 人爱喜乐的果子 所以各位 我们上班吧 我们工作吧 我们结婚吧 我们去教会吧 我们看电视吧 我们去吃饭吧 你做这一切的事情 你要有圣灵在你里面 有圣灵 就是相信上帝的话 就是相信耶稣 而且可慕耶稣 可慕耶稣 为你成就大事 荣耀上帝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愿神赐福大家 谢谢 谢谢